大家好,我是容易王 今天要來講一個GinnyV老專案的故事 其實新聞小幫手是在 2013年8月時候的GinnyV第四次 應該是第五次黑歌手提出來的 當時會提出這專案主要是因為 那時候我看到代理的導演的臉書 分享了一個說 韓國媒體講月球發現韓國古文明 NASA可以停满 然後這樣的新聞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讚跟分享 但是很快的去Google 他就知道這是來自於中國的一個要言 所以那時候就做出了一個新聞小幫手 就是在一間提案做出來的功能就是這樣 如果它有在Chrome 還有在Savari Firebus有安裝的話 就是如果這線路被回報出有問題 它下去就跳出一個針 那目的就是希望說把一些假新聞 問題新聞給你抓出來 那目前的那個新聞小幫手的現況是 累積到現在你有五千有回報 然後五月四號當天我查 當天有一萬三千個不重複IP 有在更新新聞小幫手的資料 所以感覺好像一萬三人數蠻多的嘛 但其實不怎麼多 因為之前查了一下那個 台灣IQ大於140的平均261人就有一個 所以只有安裝新聞小幫手的人 比IQ大於140的人還少 那目前新聞小幫手 為什麼我今天想要提2.0呢 是因為有遇到一些困難 例如說首先大部分在使用臉書的人 八成都是用手機在看的 所以其實新聞小幫手現在完全無法觸及到 正經用手機的人 所以其實一萬三千個不是一個數字 不是一個OK的數字 那再來一個是臉書蠻常改版的 所以只要一改版其實 新聞小幫手的功能就會失效 那失效可能就有一段時間不能用 然後又要花時間再去 等它被改 就是等新聞小幫手的層次改號才能再使用 然後再來 最主要就是今天為什麼想要討論2.0 主要就是困難算 其實問題新聞的樣態不只是只有假新聞而已 舉個例子 像很多新聞 它的標題是無法完整反應它的內文內容的 像之前看到一個 連勝文在新聞原文他說 就問他黨產 他說不該是國民黨一分都不留 該是國民黨一分都不讓 結果標題就給他下說 連勝文講說該是國民黨一分都不讓 那如果光看標題就會覺得 欸這個連勝文在講屁啊 那其實 但是其實也不算講新聞 因為連勝文確實有講這句話 然後所以很樣態就是 其實新聞也沒說謊 但是他只是沒有把事情說全 例如像前幾天那個 說有人撞死一個闖紅燈的人就賠錢 但其實新聞沒有講 那個人是闖紅燈 那或者是說新聞也沒有寫它的來源 例如說之前英國研究 之前根據外電 但是他完全沒有寫它的來源 所以你要查證也很難查證 所以新聞小幫手2.0的目標 今天討論是說 原來在新聞小幫手2.0 最終目的想要打擊假新聞 但現在不是這個目的 現在目的其實是希望 提醒大家在看新聞的時候 有什麼補充資訊可以看 所以補充資訊可能包括說 提醒一下這個標題 可能不完全符合內文 所以你不要只看到 你按讚按分享 你記得可能要進去 進去一看看全文 或者是幫忙補上新聞的資訊來源 讓越南者可以更容易去回頭查閱 所以今天需要幫忙 不需要任何行程 今天只是要討論說 有哪些假新聞的樣態 哪些問題新聞的樣態 然後跟怎麼樣的處理方式比較好 然後順便公司上下 就是Midl2現在你可以適用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適用的話 可以串點Midl2打扛 那如果他有任何後段的需求 都可以follow上去 好謝謝Rami 好謝謝Rami 然後在下